大家好,今天是这个Vlog的第一天 然后今天呢我跟我妈妈一起呢 我带我她去了多伦多的湖心岛 然后就多伦多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景点 如果你以后要旅游啊 或者说带你父母来什么 一定要看一个这个 夏天看真的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轮船上 马上就到了 这边轮船系列艇 现在就看一下湖上的景色差不多这样 超级好看 今天天气超级超级无敌的好 你看我背后的这个水特别的绿 看那个鸭子排队游泳 快看快看 它们有阵型哎 好多鸭子哦 好多鸭子哦 看那里有只狗超级爱玩水 看那小孩一直在让那个狗狂跑 现在在湖心岛上面一个餐馆吃个饭 然后我们可能一会儿就在湖心岛走一走 就离开了吧 我妈妈比较无聊 我妈妈比较无聊 寻找个小孩 我妈妈比较有の多鸭子 这个 价格 我妈妈试着裙子是DVF那个牌子的8号但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太老徒了看起来不像奢侈品的裙子 我个人觉得这个更好看一点这个牌子是Carven的就好像也是好像是法国牌子吧可能说错了我就看在比方欧洲 看一点都不大了这个是很紧的我还没穿胸脏 这种这种事情就不要暴露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现在带我妈妈来到就是这边queen street上有一个吃素食的地方在东东东还蛮火的的fresh一个地方 我点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沙拉里面就是micro green 然后妈妈点的是一个cali flower taco就是那种白花菜的taco 他们家有那种vegan burger就是素食的汉堡还是什么他都还挺好吃的 然后价格什么也比较实惠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这个vlog的第几天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已经不准备跟我妈妈再出去downtown了我们这几天都在downtown就是跑啊玩啊什么的 然后今天我就带她在我家旁边商场就随便买一点东西 因为她马上就要走了嘛 她走之前呢就想买一点什么护肤瓶啊什么衣服啊什么的 我们还买的挺多东西的 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都是什么东西吧 有一些都是我推荐她的一些那种护肤瓶啊 我妈妈去我家洗完澡 然后她就特别的喜欢我的那个soap and glory的那个沐浴液和这个磨砂膏 我大家也去买了 它这个香味就特别的好闻很少女 然后又挺温和的洗的都很干净 还有我特别喜欢的 然后我自己也用完了的这个soap and glory的这个沐浴液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洗的很好然后又很香 然后我妈妈自己非常喜欢胶韵湿的这个双脆精华 特别喜欢这个 然后我们去给她买了两盒这种套装 里面还附赠了一个15毫升的早霜 一个15毫升的晚霜 买了两个这个 这个兰扣的日霜她比较喜欢用这个 是nourishing youth activating cream的这个 我没有怎么太多用兰扣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系列的 然后她还买了一个这个洁面 是种有泡沫型的她比较喜欢这种洁面 买了一个这个胶韵湿的这个camel melt的这个水 然后这个是胶韵湿的眼霜 给她推荐了两个这个birth speed的这个润唇膏 还挺好用的 也是国内买不到嘛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说 但是国内也是没有 我觉得如果那个你要是回国啊 想给父母带点什么东西 这个挺值得带的 因为这真的是个特别特别好的 防敏感的牙膏的牌子 我一直都有自用这个牙膏 尤其是因为我是带牙套嘛 然后我妈妈现在也是带那个矫正牙齿那种影视美 所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适合 我觉得买回国给家长用真的挺好的 然后就是这个 我当时推荐她买这个胶韵湿的防晒呢 是透明的 但是她就说她可能平时不怎么化妆嘛 她就买一个这种带颜色 就属于那种类似于Tinted Moisturizer那种感觉 然后她最近开始用了她挺喜欢 她就准备再让我买第二瓶这样 所以应该是个挺不错的一个防晒 她本身那个透明的就很好用 带颜色的应该也很好用 然后刚才去大家去斯芙兰买了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她说她想要她的脸看起来非常有光泽 所以给她买了这个Hourglass Ambient Lighting Powder 它里面就这种颜色 就是那种其实是抹上脸是有光泽的 但它是那种香蕉色 对 我给我妈妈买了这个 因为我在她脸上用了一下 她觉得还挺好用的 她觉得有那种光泽感啊什么 她挺喜欢的 就买了这个 然后呢另外我 因为我最近在教我妈妈怎么化妆嘛 然后我跟她说她的肤色表是有这种大地色系的 所以给她买了这种小眼影盘 就都是大地色的 就挺适合她的 没有多余的什么不讨的颜色之类的 它里面这个颜色就非常的基础 我觉得挺适合像我妈妈画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把这个颜色放在眼窝 这个颜色放眼尾 然后这个颜色放在眼皮中央 然后这个颜色放在眼头什么的 她还挺喜欢的 然后带她去加拿大的一个国名品牌 Arizia 买了两件衣服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最近她们不是在打折吗 她们就有那种就是网上的八折折扣 先是买了一个这个 它就这种就是那种睡衣风 然后它那个丝的这种质量 什么都挺好的 这个颜色什么 我觉得也挺适合我妈妈这种年龄的 她自己特喜欢 而且打折也不是特别的贵 另外一个是这种黑色的这种裙子 这种wrap dress 这种缠过来的 然后下面是这种白褶的 我觉得也超好看 就是挺优雅的那种衣服 嗨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又带我妈妈来当套 我们今天的计划安排 就是看一下艺术馆 然后上次我带我妈妈吃的那个寿司 这一杯手她特别特别喜欢 她好像在走之前 再吃一次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去吃那个寿司 然后我们就会去艺术馆 然后我们可以在外面当套 吃个什么下午茶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路人特别我有病 这个东西 我妈妈今天穿她昨天新买的裙子 现在多伦多一会儿下午两点有暴雨 然后我们两个跑去艺术馆 发艺术馆周一不开门 然后我们走了半天 然后一会儿就要下雨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去旁边 那个in the center 逛一下街 然后可能就要回家了 不然就会 我们俩都没有带伞 现在白天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突然变得特别的潮湿 然后下雨什么的 非常的倒霉 有那个黑芝麻的这个抹茶 冰拿铁 我妈妈点的这个是有枫叶糖浆的 然后里面还有那种salted caramel 那种拿铁 就还行其实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吃吧 这个店在东西多特别的火以前 一直都要排队 然后今天呢 我们在周一的时候 下暴雨的时候来 居然就能做到这个大桌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跟我妈妈去了Urban Outfit 然后她买这双鞋只要10块钱 然后还可以再用学生折扣 就只要9块钱最后 就特别便宜 但也是个特别普通的鞋啊 但是就那种上面正方块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吧 算是就普通穿了凉鞋 然后我还给我妈妈推荐了 就是那个Way的那个 那个头发产品 一个是这个 这个air dry的这个慕斯 还有一个是这个Way的这个 发油 她也用了一下觉得挺好闻的 好紧 你用我这样的脸 哎呦我的天 给你照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Bloor Young的这个HR逛一下街 我妈妈看中了这双打折的product 还挺便宜的 原价一千三吧 一千二块 差不多 原价一千二 然后呢打半价六百 然后我刚才推荐 我说这双鞋挺好看的 因为它上面是尖头的白钻嘛 然后它这个是那种玫瑰金的钻 然后是丝的面 但这双比较日常一点 比较比这个girl要好走路 然后她可能就决定买这个吧 product这个 我觉得还行 其实我觉得她老气的 她说配鸡毛是蛮挺好看的 走吗 走 我刚才看完Yupbell之后呢 然后我带我妈妈到旁边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我们就吃一点晚饭 然后喝点小酒这样 因为我妈妈特别想要在这边体验一下加拿大的酒吧 是吧 然后这家店其实特别漂亮 我的Yelp上一下就找到了这个店 人还特别的多 挺挺有名的 挺受欢迎的吧 给你们看它的这个装潢 真发展的好看 大家好今天是这个vlog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昨天呢我妈妈已经回离开多伦多了 然后我今天我就又回到我男朋友家来住 今天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 现在呢我就在我们这个地下室 它有这个鼓 然后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在练鼓吉他什么的 我会给大家就是稍微录一点点我们练习的片段吧什么的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这个音乐会不会被Youtube就是版权的问题或屏蔽啊什么的 所以如果会屏蔽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背景音乐切掉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做做样子吧 反正我们俩都不是很 我男朋友是特别专业的一个吉他手 但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业余 所以希望大家就看个好玩吧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vlog的话呢 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我会有更多更多的vlog 我会经常的录这个视频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对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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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